晚安啦 這禮拜看阿歐丁更新超多 多到有點不知所措啊 我還來不及消化 首先我們看本週更新內容 重點在這邊 新增全新戰鬥內容 據點佔領戰 這個一看到就很熱血 據點佔領戰是 工會跟其他成員一同 佔領戰場內的特定區域 彼此競爭系統 它據點也會出現在各個世界 就要代表你那個伺服器的 工會要夠多 戰力要夠強 才可以每個世界都佔領 像我們這邊 目前好像只有兩個工會吧 再怎麼樣也只能去強兩個世界 其他世界可能會變其他的敵人 或是變其他中立盟搶走 然後佔領據點後 可以啟動和強化職業buff 可以在你所佔領的那個領域 比如說你在第四世界 第五世界 你有那個領域的話 你在那邊會有buff強化的能力 有點麻煩 就是比如說你佔領到惡徒 你要去刷的是惡徒的怪 如果你是有等級的人 你不會去刷惡徒 所以主盟還是建議去刷四五徒啦 你們現在掛都掛四五徒嘛 最好是四徒啦 因為五徒現在能掛的人不多 所以最好的點我覺得是四徒 那本週更新很多東西啊 像新增神話造型 給你們看一下 新神話造型其實是蠻好看的啦 那我只是沒機會拿到而已 這是原本的神話造型 原本的 新神話造型 這上面 後面這兩根觸鬚 這什麼東西 還QQ的 QQ的 很像羽毛一樣 然後你看 弓箭手有這麼大 你搞不好騙 你搞不好騙 弓箭手 你看 原來身材會跟著造型改變 這是我現在的造型 我現在長這樣 你看看這個 你在看神話的 幹三小 這根本是整型嘛 這是整型的是不是 憑什麼 到底憑什麼 常說不是人啊 我這裡怎麼說你是晶便啊 幹這個差太多了 傻眼 然後再往下看 還有新增了 因為卡池變多嘛 所以卡池的總數量 能力只有在往上UP上去 新增收集一替換 每個裝備依照強化值不同 會有不同的數量需求 比如說 如果你是佳玲的裝備 白裝就是用一顆 綠裝就是一個 藍裝就是用一個 可是如果你是過一裝就要兩個 過二裝就要Double上去 加七的要六個才能替代 所以其實沒那麼簡單 有需要取代的話 建議你還是先拚看看 真的不行再用這鑰匙強化 這鑰匙強化 比較適合用在那種 比較難取得的裝備 例如什麼 漆黑系列的裝備 然後它是要安定零 或過一裝的再取代 會比較好一點 那個一二三字圖的基本裝 還是自己點吧 古物和活動道具 不能用那個萬能鑰匙替代啊 新增浮石預設系統 它讓浮石也增色了兩個頁面 可以隨時切換你所搭配的 不同的浮石頁面 這個功能還不錯 但前提是你要有兩套浮石 一般人可能只有一套 新增瓦爾哈拉大戰優勝者銅像 就是你如果在前一個賽季 獲得你們那一區的第一名的話 在瓦爾哈拉的之中 就會有你的銅像在那邊 新增PK幫助你懂 如果PK時造成對方體力一名傷害時 新增援助戰機 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們在打架的時候 兩個人打同一個對手 擊殺那個人一定會有分數嘛 那你旁邊幫忙幫打的助攻的人 也會有助攻的分數 新增英雄階級以上確定召喚替換階段 紫色的嘛 英雄階級以上的造型做齊 武器形象時可替換次數 從原本的五次增...喔多一次 第五次替換費用和第六次費用相同 第六次替換可選擇職業做齊的種類 喔 不過要轉到六轉耶 我認真講六轉真的蠻可憐的 這也是本週更新後的東西 它有把很多BOSS跟很多地圖的掉落物機率調整 譬如說我們禮拜天的跨幅BOSS 跨幅世界大戰理論上那個據點王 是很強大的 應該要掉落率更高 掉的東西更好 它這次有把它提升了一些 傳說級裝備跟紫色裝備的掉落 這新增的 還有一些比較稀有的王裝 然後公衛副本 公衛副本其實到第六階段之後就很難打了 那它這次有從第四階段開始 就會掉一些英雄階級的裝備 就是紫裝 然後第五階段會掉紫記跟紫色教本 依此類推往上 它把一些比較高階的東西下放下來 然後提升暗影城堡獲得道具的機率 這裝備是獨佔的 只有這個地圖會掉 所以它把機率提高一點點 不然那個收集品可能很多人一輩子都抽不到 提升英雄階級技能速獲得力 這個東西我是樂見其成 希望真的有看到有人打到 因為紫色的被動技能真的超級難搞 希望能夠真的多噴一點 然後這個禮拜我說為什麼會是蠻重點的 資訊量很大 因為它算是一個中大型的改動 它把各職業的技能都做了調整 等於說它對職業做了一些平衡性 改善連續技能的冷卻時間 弓箭手這個三連石跟四血射擊 這是弓箭手的招牌單體輸出技能 它改完之後有感 就是什麼有感 就是我的MP會不夠 有時候運氣不好魔力會射到乾 因為你CD減少代表你的耗磨會變大 如果你回魔不夠高的話 你的魔力就會乾 它這個定把射擊的這個 原本這個技能戰身 我只能說它是個垃圾技能 那它改完這個之後 好像變得比較好用了 命中-8跟命中-20% 這個差很多 命中-20%是很高的 命中-8其實對課長來說根本沒差 所以我覺得改完之後變得比較強 然後這個技能 神射手的庇佑技能變成連續技能 原本我是不放迴避只放神射手 我只要加攻速 現在變成連續技 就是變成兩個技能我都要一起放 我不知道魔會不會夠 這個我還沒放 後空翻跟迴避集中 雙迴避能力是可以跌上去的 變更減少受到傷害 結算數值 就是不管你是什麼減免傷害的%數 加總最高就是80% 優化及修改工位拍判指定投標對象功能 可是這個就是各工會 如果你是有分配物資的話 你們才用得到 對我來說就比較沒有那麼直接的關聯 變更 這個虐殺者系統 你就是他不讓你躲的掛機 虐殺者會被別人打 會被別人追殺 然後你會出現你在哪個地方 他會把你隨機傳送 有人想說我被虐殺者 我想躲起來就排某個高速 然後就不動了 系統每隔一段時間會把你傳走 我還沒當過虐殺者 所以這個我們先參考就好了 變更世界復本的復活等待時間上限 不超過一分鐘 基本上死到45秒之後 就已經可以去吃東西了 45秒就很久了 第五章的巨疊統治者 大魔王 新馬拉 新增技能跟變更攻擊模式 基本上第五世界 我們小王就可以把我們幹死了 不用到大王 這個好細 這什麼 就是你平常在掛機的時候 如果你跟敵盟掛在一起 你會因為範圍技能打到敵對的工會 打到他們之後 因為你們敵對 可是你還是要會變成殘暴狀態 所以你這邊可以設定 你在掛機的時候 你的範圍技能 會不會對敵盟造成傷害 你可以把他關或開 如果你不想要打一打 突然變成殘暴狀態的話 你先攻完 你先打人 你變殘暴狀態的話 別人把你就有死亡懲罰 他可以設定把他關掉 幹超多 幹這禮拜怎麼了 幹我念完我就可以睡覺了 幹超多 優化 這意思就是說 你補師不能在後面盲補 你還是要去摸一下王 當補師那邊奶媽一直補血 不打王的話 你是沒有貢獻度的 拿不到獎勵 優化角色的UI 現在多狩獵了一條異常狀態 他可以知道你的抵抗多少 然後你的各項抵抗多少 神話製作材料靈魂道具 閃亮的靈魂時數量從一個變兩個 哇哭腰啊 幹已經很難做了 你還更難做 第三第四世界任務BOSS難度調降 好又變更弱了 新手輕鬆通關 好這邊 你以為結束了嗎 錯 這邊還有啊 便利性優化 強化系統優化 技能強化 洗鍊屬性 還有浮石篩選 新增隱藏道具收集功能 你看我的收集品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弓箭手 我完全不想要看到任何的法傷 魔命這跟我無關 我把它隱藏起來 它就不會干擾我 大概是這樣 好我們再往下看 右下角這個 可以輕鬆的在畫面上面 直覺的切換 一二三套裝備 一二三套技能組 這個蠻方便的 分解道具的時候 會出現這個圖案 如果你的分解道具 不管是白綠裝 分解的時候上面出現這個代表 它還有收集品 你沒有塞 你就可以記得 這個還需要 你就把它收起來 就不要分它 優化為即使 在戰鬥中也可以變換配置 僅限於當前裝備與職業相同的造型 原本換造型是要在非戰鬥狀態 現在可以在戰鬥狀態下換造型 但是限定於你要用的是同樣職業的 這禮拜更新也太多了吧 超級多耶 我以為只是更新一個句點讚 想不到它一堆系統優化